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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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平安 感謝主 然後感謝就是牧師 然後感謝就是今天 我們就是可以站在這裡跟大家分享我的見證 對 然後其實我是第一次來到就是新興城市教會 然後今天進來的時候覺得天啊太酷了 對對對 就是哇 我還特別的 到底要從哪邊上來 對對對 但我真的覺得就是 我覺得就是覺得 對我來說我覺得是一個很棒的一個很酷的一個體驗 然後其實我跟新興城市教會也非常的有緣分 因為像我跟子昀以前就有認識 對 子昀 對 然後還有那個小潔 對 就是剛剛Keybos 我們之前在特會都有交通這樣子 對 然後今天真的是感謝上帝 就是今天是神所定的日子 對 然後我很開心可以在這邊跟大家分享 對 那千輔呢其實也是 不是就是從小就是基督徒 我是小學五年級才姓祖 對 那相信在場應該有些人還沒有姓祖 對嗎 可以揮揮揮手讓我看一下嗎 就是跟我小學五年級以前一樣 還沒姓祖的 應該有 好 我相信可能比較害羞一點 好 那沒有關係 那我自己本身的話呢 欸 是PPT是看得到的嗎 還是只有我看得到 喔 好 OK 好 那其實我姓祖18年了啦 就是如果從小學五年級 然後我自己從事的是跟沒有關的行業這樣子 對 然後為什麼我會姓祖 我覺得很神奇 而且是我們全家一起經歷的 你們會想要知道這個故事嗎 對 那是全家一起經歷的喔 因為其實在從事就是跟保養彩妝有關的 教學的一個工作 其實是從我五歲的時候 我媽媽就開始經營了 好 然後我還記得在那一天 是我媽媽要去 對 可以下一頁沒關係 對 可以給大家看一下 好 這個不是我們家的車啦 但是大家就想像一下 這是我們家的車 我還記得那時候我爸爸好像是開 Camery吧 如果沒記錯的話 記憶很清楚 小學五年級 那時候我們在 你們知道有一個高速公路 有一段是戰備跑道 你們知道嗎 就是飛機起降 暫時會用到的 就如果打仗的話 飛機可以在那邊起降 所以旁邊是沒有圍裡的 然後我記得那一天晚上呢 真的是月黑風搞 為什麼 因為我們那一天是開業車要去嘉義 因為我們家住在大安區 對 然後呢 要開去嘉義 我媽媽要辦一個彩妝的走秀活動 所以我們為了怕塞車 我們就提前下去了 然後呢 就經過那個戰備跑道 就上來了一隻狗狗 哎呀 那我們家都是 因為我們家很喜歡小動物 對 然後所以我爸爸那時候就方向盤 直接打死 大家知道會發生什麼事嗎 就像剛剛那樣一樣 就是它是四輪朝天 而且是從高速公路上跌下去 那 重點是 你知道 而且那條 我還記得那條街好像叫什麼 飛車街還是什麼 但是anyway 意思就是那邊非常經常出車禍 對 甚至聽說那個警察來的時候 已經習以為常了 可能一個禮拜會有三期以上 對 但是重點是呢 我們全家沒有一個人受傷 那個時候我們還沒姓祖 那個時候我還記得 那個時候我在後座 然後我是因為小時候嘛 我就躺在後座 然後我還是從後座被彈到前座 撞到擋風玻璃再彈回去 我非常的清晰 然後呢 四輪朝天 我們全家就是倒著嘛 然後把車門打開出來 爬出來之後 我們連被玻璃割傷都沒有 我們連瘀青都沒有 所以呢 那時候呢 警察來的時候還以為我們是 微觀的群眾 對 真的就是這麼神奇 那後來我們甚至回了家 因為我們那時候還是傳統信仰 所以呢 那時候我們回家還過火爐 對不對 還要吃豬腳麵線 有沒有 然後呢 最神奇的就是這件事情過了兩個月之後 兩個月之後喔 那我媽媽是開保養彩妝的教室的嘛 所以她算是開放式的 所以呢 剛好她有一天在畫彩妝的時候 有一個人跑進來 然後那時候我在上學 我爸爸不在家 然後她就跟我媽媽說 請問我可以借你們的一個空間禱告嗎 我媽說 她也不好意思拒絕 因為畢竟是開 算是開店的嘛 她說好啊 沒關係啊 你就是anyway都可以去這樣子 她就在旁邊禱告 禱告完之後 她就跟我媽媽說 神派我來的 有沒有覺得很酷 然後我媽媽想說 該不會是剛從精神病院出來的 真的那我媽媽當下 因為畢竟我們那時候是衛星組的 anyway就是那時候她就跟我媽媽說 是神叫我來找你的 然後呢 因為我媽媽其實她很喜歡畫彩妝 所以她其實那天的打扮也非常的時髦 但她卻直接說 神告訴我說你是一個非常單純的孩子 非常 就是一般人看到我媽媽第一個印象就會覺得說 哇 她這麼Fashion應該是每天都走在時尚的尖端 每天都要出門在新衣區走跳 但是並沒有 我媽媽比我還窄 對 我媽媽就是 所以她就覺得天啊 怎麼會有人直擊她的內心 一句話就直擊她的內心 現在我們知道啦 因為那位神是認識我媽媽的神 對 但是那時候我們不認識嘛 然後呢 我媽媽就一臉半信半疑的樣子 她說那我再去禱告一下 她又跑回去禱告了 禱告完之後呢 她就說 她就跟我媽媽說 真的是我媽媽告訴我 她說 神說最近 你們家裡有發生一些事情 她看到一個黑色的箱子 然後你們全家人在裡面滾動 她說是神搭救了你們家 然後那時候我媽媽就想說 有這件事嗎 但是呢 她一回想怎麼樣 兩個月前我們才剛發生完那一次車禍 但是呢我媽媽心裡就想說 如果神如果你是 真的是你搭救我們的 對啊 因為那時候畢竟我們也有寶貝嘛 可能也是祖先保佑啊 那怎麼能說是耶穌保佑呢 那時候我媽媽這樣想啦 但anyway 我媽媽就說 如果這是真的的話 那你找人來跟我傳福音吧 因為我們家其實從以前 就是到我小學五年之前 是沒有人來我們家傳過福音的 但是就在我媽媽心裡暗暗這樣想之後 就好像記得過了好像三個月吧 我的小姑姑 就我爸爸的妹妹 她是我們全家族第一個姓祖的 她竟然跑來我們家 邀請我們參加小組聚會 所以我們家就因為這樣子就熟悉了 然後講個很好玩的地方 就是後來來我們家禱告那個人 我們就再也沒有遇過她了 所以我以前 後來我翻看聖經 這會不會是神的使者 沒有啦 沒有啦 就是我自己猜測的啦 因為畢竟那時候我就小朋友嘛 我也不太懂 那其實我覺得從小到大 我就是不斷的在神的手中 為什麼 因為我覺得我在求學階段 各方面階段 我覺得我是一個很幸運的孩子 不管是我在考高中的時候 我在考大學的時候 其實都相對來講蠻理想的 就是至少不會說是很高的分數 但是是我喜歡 或是我喜歡的科系各方面的 所以高中的我其實就是過得非常開心 但是也是因為皮膚很糟 所以後來我就跟我媽媽一起從事 保養彩妝的工作 所以我那時候在18歲的時候 就開始半工半讀 就進入了大學跟我們公司 應該可以下一頁 所以其實那個時候 我在18歲的時候我就發現說 我那時候本來是很想說 不然我讀完大學之後 我在想說我未來的出入好了 但是我們的公司很特別 它以前是不收男生的 但在我18歲那一年 突然開放男生了 對 然後我覺得天啊 怎麼會這麼神奇 因為那一年通過了 性別工作品德法 所以不能只遭男生或女生 所以就因為這樣 我就進到我媽媽的公司裡面 那你們知道大學嗎 我是讀淡江大學 我是讀歷史系的 對 然後那時候我就讀日間部 其實還滿 就是因為我是通勤 然後我們 你知道我從大安區到淡水 來回要三個小時 因為那時候還沒有向三線 但是anyway我就發現 神是為我開道路 所以我還是決定要參加我公司這樣 然後我也覺得說 高中的生活相對講 我覺得是沒有問題 大學我也沒有參加任何的活動 我就是一邊讀書一邊工作 所以相對的我就沒有時間跟同學出去玩 所以相對的很好玩的點就是 很多人都說去八仙樂園玩的人 是不是就很愛玩 對不對 夜路走多了總會 不要講這個 就是說怎麼樣 在河邊走路哪有不失邪的 對不對 所以呢遇到這件事情剛好而已 但是呢 那是我人生第一場派對 因為我大學四年呢 我半工半讀 我要同勤 所以其實我們沒有任何的時間出去玩 剛好那一年是我大四 二十二歲 然後呢 就是八仙城報的時候 對 八仙城報那個時候是我二十二歲 那時候其實就快要到畢業典禮了 當然我那時候還有一些學分還沒有修完啦 對啊 那時候呢 我就接到一通電話 欸千福你今天在淡水嗎 我說怎麼了 我們這邊有多一張票你要不要來玩 在八仙樂園 很近 然後我就說 蛤 可是 我怕我還有工作欸 然後他就說 唉唷 你大學四年都那麼忙 沒有一次答應過我們的 你就來玩一次嘛 我說好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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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去了 那後面的事情大家應該也都知道 就是 對啊 可以看一下簡單的畫面 對啊 這是我人生的轉捩點 而且你們知道我那時候是衝到第一排的 因為我的個性就是 就是如果要就不要玩 要玩我就要衝到第一排 對不對 就是我很喜歡就是衝第一這樣子那種感覺 好 然後anyway在那個時候 其實當下是怎麼發生的 其實當下就是你就聽到一個聲音 哼 就像卡斯爐打開的聲音 然後你就突然發現四面八方都是很亮的火光 然後你當下不知道發生什麼事情 但是大概過了兩秒三秒 你就會發全身都會有那種灼熱的痛感 然後你也不知道發生什麼事情 對 那我只記得在這件事情發生之前 他們是要把所有的粉塵全部吹完 就是因為要結束了 他是八點三十二分嘛 那其實他那個時候是 九點就要結束了 所以就最後半小時 對 那我那時候真的也沒想那麼多 但我那時候在火當中的時候 大家知道我做了一些什麼事嗎 對 我在火裡面祷告 你們知道嗎 因為我知道就是 雖然我們那時候沒有到很認真的上教會 或是什麼的 但是我知道我們不能帶著罪上天堂啊 所以我在火裡一邊跑一邊認罪你知道嗎 我主啊 我也不知道我要 那時間也不多 我也不知道火會燒多久 我主啊 求你怎麼樣 射免我隱而未陷的罪 就算我不知道 反正怎麼言之我認罪 因為我怕我沒有機會了 因為我真的如果那個火再繼續燒下去 如果多個五秒十秒 我可能當場就沒了 對 但是感謝主是因為那時候 我覺得那時候腦子就是有個聲音 告訴我說你往右後邊跑 所以我那時候其實是往右後方跑 那很快的我就有脫離那個火勢的地方 對 然後包含它 那時候我的第一個印象也是想到說 就是暫停呼吸 因為很多人會尖叫嘛 你們知道在火場的時候是 真的不要尖叫 因為最好的方法就是停打滾 當然就是不要動會是最好 就如果在那種閃爛的環境的話 就如果你身上有火的狀況之下 但是我那個時候其實就是 我覺得神給我第一個感動就是我不要呼吸 但那個時候不呼吸反而保護了我的呼吸道 沒有被燒傷 因為如果光呼吸道燒傷的話 其實就有百分之二十的死亡幾率 那我那時候其實也沒有想到我會這麼嚴重 那其實那個時候我燒燙傷之後 因為很多人可能看我站在這邊就覺得 天啊 怎麼看起來好像只是有一些疤痕而已 其實那時候還蠻嚴重的 因為那時候我還記得那時候我從火場跑出來的時候 我是全身的皮都掉下來了 因為我是穿吊軋下面是穿球褲 只要沒有穿衣服的地方 它的皮是...就是皮跟肉 它是直接到了指甲才停下來 對 那... 真的其實是蠻不容易的 就是那個時候的狀況 那我其實有做一個影片 然後那個影片是那時候就是... 因為那時候我們公司算是很支持我 所以我那時候拍一個感謝公司的影片 但是那我有把一些東西剪掉了 所以有大概三分鐘的影片可以給大家看一下 然後那是我從巴仙那時候燒燙傷 然後在病床上面的影片 可以簡單給大家看一下 然後這是我燒傷之前的 對 那我媽媽 對 這以前我們公司活動我上台的 對 我那時候其實後面都是沒有意識的 是到後面才有意識 這是我第一次可以講話的時候 我是老媽 對呀 那是我媽媽 謝謝大家 就是...都很關心我 我有提到 然後...就是... 我會趕快回去加油的 我會趕快好起來的 你們要等我齁 你們一定要加油 等我我很快就回去了 知道嗎? YES 嗨 各位 我是天福 聽說... 那我現在我的兩隻手也都已經好囉 嗨 大家好 我是天福 我今天已經把筆會館囉 大家要加油喔 就連吃飯都要重新學習 因為那時候的手是完全... 皮是黏住的 今天是8月6號我可以自己... 拿湯子吃飯囉 耶 耶 真的好棒喔 所以我爸爸跟媽媽 那時候在加護病 不要下去了 啊 然後這是我在... 半蹲 復健的時候 我的肌肉 因為那時候在病床上躺了兩個月 所以... 我的肌肉全部都萎縮了 我必須要重新練... 站起來 我必須要重新... 去適應... 筷子 我必須要全部重新來 然後... 到陽光今會去復健 然後... 那是後來... 在... 坐輪椅在台上這樣 然後... 所以那時候我都是坐著輪椅這樣 然後... 後來我們就... 去愛琴海復健 然後... 其實那時候對我來說最... 困難的就是... 水泡 因為... 做每件事情都會長水泡 然後... 然後... 那時候就一邊復健 還是一邊回... 回歸工作這樣 我爸爸跟媽媽就陪我... 一直陪著我這樣 然後... 後來我現在也是擔任... 陽光基金會的臉部品權代言人 這樣子 然後... 我之前還有去慈濟... 分享過 然後我也在那邊放十個 對... 這就是慈濟 那個... 親愛的主耶穌 求你用慈愛的雙手 減輕一切傷口的疼痛 然後這個... 這首歌是那時候JJ為我們... 八仙城報的人寫的 做我們在患難中隨時的幫助 奉耶穌基督的名求 Amen 對... 好... 這就是大概我那個時候燒燙傷的樣子 那其實大家應該可以回想我剛剛在病床上的樣子 其實那時候我的狀況真的很危急 然後... 其實對我來說 因為那時候我是22歲嘛 其實我覺得... 好不容易我大學要畢業了 然後... 我的工作一切都很順利 然後好像一切都要起飛的時候 我不知道為什麼上帝突然... 讓我經歷了這個 甚至我那時候在病床上的時候 就是會有點埋怨神 就覺得... 我從小到大我也沒有對不起任何人 然後... 我在大家面前 就是我都是一個... 我覺得我盡力做一個好的基督徒或是好人 但是... 因為以前我們都會有一種觀念就是 好人有好報 或者是說 難道我遇到這件事情是因為我的報應嗎 就是... 你懂我意思嗎 會有很多的confuse在我的腦子裡 我那時候躺在床上的時候 我也不知道我到底要怎麼做 然後... 全身百分之... 將近60%的皮膚嘛 然後... 中間其實做了很多的手術 然後我還記得那個時候 我要為主做見證的地方是 其實你們知道我... 22歲的時候遇到這件事情 但是我爸爸跟我媽媽其實在這22年來 他們去淡水不超過5次 但是我在八仙城報的當天 我爸媽在淡水 所以其實那時候是我爸爸親自把我從... 八仙拖出來的 是 那... 我覺得這就是神定義要救我 然後後來呢 其實大家知道八點半爆炸嘛 對不對 然後大家要不要猜一下 我是幾點到急診室的 我那時候凌晨2點才到急診室 因為那時候非常非常多人 對啊 然後... 這邊還沒有 然後... 其實那個時候我就覺得 怎麼會這樣嘛 那我一開始是在中心醫院的急診室 然後那時候呢 其實我覺得神又拆派另外天使來到我的生命中 他是一個和平醫院的醫生 他來到中心醫院的急診室支援 剛好他路過了我的病床 然後他就打開了我的傷口看 他說這個一定要趕快處理 不然四肢都要截肢 所以我就覺得如果沒有那位醫生 我可能現在真的就只能坐著輪移 對 那... 那位醫生後來就緊急幫我開了刀 然後後來我就到了台中 而且到台中呢 的中國醫藥大學就職 我覺得也是神在搭救 我覺得若非神 我真的沒有辦法在這邊跟大家做見證 因為大家也知道做見證就是... 見證的意思就是讓他再做一次嘛 就是讓這件事情再發生一次 那我覺得... 那個時候其實在八仙城報發生之前的兩個月 那時候我媽媽剛剛好開同學會 那我媽媽是讀台大護理系的 所以... 剛好那一天有...就是有認識... 就是... 就是有認識算是醫院裡面的護士啊 就是因為他們都是護理系的嘛 那他們現在應該都是護理長之類的 所以如果那個時候沒有開... 那個同學會的話 其實那時候我是不可能會有病房的 對啊 那我媽媽其實已經很不好意思 她很後面才打電話 但是那時候後來我就到了台中 那... 到台中醫學大學 也還有一個小插曲 就是因為我媽媽那時候看到了另外一個女生 她是18歲 然後全身80%少傷 然後結果她那時候她爸爸媽媽因為... 不管是經濟方面或是在... 病床方面完全沒有資源 所以我媽媽就把她一起帶去台中 因為那時候聽說台中還有兩個床位 結果那時候一到台中 那個女生80%嘛 後來有個男生90%她也先到了 所以變成我沒有病房 所以那時候我媽媽突然跪在地板上 然後也是開始禱告說神啊 為什麼會遇到這樣的事情 但是沒有想到我覺得就是萬事互相效力 叫愛神的人得益處 那個時候呢 她就安排我到肝移植的病房 肝移植的病房比燒燙傷的病房 其實是更好的照顧 所以那個時候其實我恢復的速度 其實就相對還蠻快的 那所以那時候我其實... 就是我上面有寫一篇... 有一個經文就是說 你使人坐車壓過我們的頭 我們經過水火 你卻使我們到豐富之地 就是我覺得這是我生命當中經歷的事情 下面也... 然後其實簡單講 如果所有的治療裡面我覺得最痛的就叫做水療 你們知道什麼是水療嗎 水療就是在我全身沒有皮膚的時候 她用水去沖 她把那些沒有長好的皮跟肉沖掉 然後那時候她沖掉的時候我已經很痛了 剛剛就是我們的... 就是以強傳道有講到嗎 然後就是... 叫牙切齒 我不是...我是咬牙... 咬到牙齒斷掉 我那時候的舊齒那時候太痛了 那痛的原因是因為 她把我的傷口沖完之後 她說... 廖先生我們要開始囉 我想說... 蛤...水療不是沖完就好了嗎 她說沒有 我們要拿濕的紗布 把長不好的夾跟皮全部擦掉 所以當它擦的時候 我是真的就是所謂的咬牙切齒 然後咬到牙根 就是真的是舊齒的地方 有斷一小塊這樣子 所以其實對我來說 那真的是一個很難熬的時間 很多人就問我說 那千芙你看起來很樂觀 你真的沒有想不開的時候嗎 其實說老實話 有的 就是那個時候其實是在插管 大家知道插管其實是一個管子 它會插到你的喉嚨裡面去 我以前以為的插管是... 因為我以前看電視都會有什麼插管 我以為是很像太空人一樣 你可以自行呼吸 但是並沒有 插管是插進去之後 你的呼跟吸是機器控制的 然後它的那個空氣的量呢 是你不能控制的 所以變成說你連呼吸都是機器控制的時候 你會覺得你很卑微 或者說你會覺得說你連呼吸都是神的恩賜 就是經過這件事情之後 我才發現說原來連呼吸 讓我們這麼理所當然的事情 其實都是神賜給我們很美好的禮物 對啊 好 下面一頁 沒關係 我們想想 接下來 我本來想讓大家深呼吸一下 享受一下神給我們的禮物 下面一頁 對啊 所以其實那時候我還滿想不開的 下面一頁 好 那其實我是怎麼想開的 其實我就開始細數我的恩 細數恩典 我看到的是 就我開始學會感恩 因為其實畢竟那時候我也在職場四年的時間 然後我那時候也在教會尾聲四年的時間 所以其實我開始細數恩典就是 我看到的是那些醫護人員在幫助我 我看到的是我爸爸媽媽每天照顧我 而且那時候他自從我燒傷之後 就在裡面回台北 就在台中照顧我 直到我回台北為止 所以我那時候才發現說 其實很多人都在為我努力 然後甚至那時候我們的教會 所有人都在為我代導 所以那時候我就想說 如果我那個時候再一直消沉下去 不打起精神的話 我覺得也會有點對不起他們的感覺 所以我發現 有時候我們可能在泥令裡面 或是在一個跌倒沮喪的裡面的時候 我們可能都會覺得 我感覺 我感覺很受傷 我感覺怎樣 我感覺 但是我發現 當我開始細數恩典的時候 這個焦點就到感恩的部分 然後我就覺得 好像我自己的感覺沒有這麼的大 然後再來就是主動積極 就是為自己負責 其實就是那時候 很多人可能覺得說 是誰帶我去的啊 他就會開始怪別人 但我其實那時候想說 其實也沒有人逼我去 就算是別人邀請我的 還是我答應要去的 所以我負起我的責任就是 好好的復健 跟好好的被治療 然後我也開始就是 不要問自己沒有解答的答案 其實我發現這很重要 這其實是在我職場學到的 就是說 那時候有個外聘講師他有說到 好像在新加坡 然後他說如果你們一直問自己沒有問題的問題的話 譬如說為什麼是我 譬如說這件事情為什麼會發生在我身上 然後我這件事情損失了什麼 這件事情其實有時候我們人是很自然而然會去想的 但是這並沒有辦法幫助到我們 所以那時候其實我開始想的是什麼 就是我好了之後我要幹嘛 有沒有像以前在上課的時候都會想我下課要去幹嘛 然後發現我那時候就好有動力喔 所以那時候其實我在病床上我開始去想 那我等我痊癒了 我一定要在台上 我要做見證 我要怎樣 我那時候是真的這樣想的 然後我想說我一出院 我就是要開始去吃雞排配珍珠奶茶 然後我就覺得 對 然後再來我覺得真的還有一點 就是痛苦是比較出來的 那個時候我就覺得我很痛苦 那時候我連呼吸都要靠機器的時候 我其實真的很想要了結自我 但是我跟你講機器不允許 真的 真的機器不允許 所以我那時候就覺得好怎麼辦 怎麼那麼連自己求死都求不得你知道嗎 但是我後來想到耶穌 如果跟我跟他比起來我好像也沒什麼 對吧 我記得那時候耶穌被定在十架的時候 不是有人要拿一個可以減輕他痛苦的給他喝嗎 他說不要 如果我是他 我一定要好好趕快趕快 我那時候還一直跟醫生說 拜託再打多一點 那個止痛太痛了 所以我就跟耶穌想想 我就覺得 真的不算什麼 所以我覺得痛苦是比較出來 然後再來我也很快就接納我自己 就是如果這次是神讓我去經歷的 當下我真的很難走出來 那等一下會講我是怎麼走出來的 但是我後來我就發現說 我後來是持續相信 神是化咒詛為祝福的神 雖然我當下我會覺得這是咒詛 但是我其實如果現在已經發生七年的時間了 我再回頭去看我認為祂是祝福 我認為以前我看是絆腳石的東西 現在是絆腳石 因為耶穌就是我們的絆腳石 就是我們的墊腳石 對 下面也 所以其實我覺得後來我在病床上 我一直唸這兩個經文 就是喜樂的心乃是良藥 憂傷的靈死骨枯乾 那時候我就一直講 然後我就突然很開心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因為神的話就是我們的武器 對 然後我就覺得我就一直說 因為我覺得悲傷也是一天 開心也是一天 那我選擇開心 然後我就一直宣告 就是喜樂的心乃是良藥 因為我覺得好像憂傷也沒有太有果效 憂傷也沒有辦法讓我真的讓我這個憂愁解掉 然後當然還有一個是因為那時候 林書豪回台灣做見證的時候 他有講那個 就是患難中也是歡歡喜喜的 因為患難生忍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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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忍不至於我們羞愧 這也是我那時候一直在 就是repeat的一個經文 下面一頁 然後那時候我後來就出院了 那時候就覺得我出院了 我應該出頭天了 我就開始往好的方面走了 但是其實並沒有 下面一頁 我那時候出來還去打電動有沒有 並沒有 下面一頁 其實最痛苦的還在後面 其實你們知道復健 尤其商商上的復健是非常非常非常難熬的 有一個東西叫做軟縮 什麼叫軟縮 軟縮就是當你的 因為燒燙上的皮膚是沒有彈性的 你們有發現我們的手指這邊都是有 就這邊都是有皺紋的 我們的手軸是不是也有皺紋 你們知道有些人很討厭皺紋 尤其我在美容行業很多人都很討厭皺紋 但是你們要知道這個皺紋是讓我們伸展用的 如果沒有這個皺紋 你要重新練 我那個時候每一次在做伸展的時候 它就是直接裂開 我還記得我那時候在做舉手這個動作的時候 我只能大概到這邊而已 然後復健師就要用他的手幫我撥開 然後我這邊我的腋下就會直接撕裂 重點是如果撕裂一次就好了 那我會很開心 因為我睡一個覺它就縮起來了 它又回到原來的樣子 甚至如果像今天一樣天很冷 它會退步 所以你永遠都不知道你什麼時候 會真正勝過這個疤痕 所以其實那是很熬戀人心的 那是真的會讓人很會 而且重點是很痛 其實在這個過程當中 其實真的是 才是讓我很... 但是我那時候其實是故作堅強 因為我覺得 我的個性是很逞強 也很倔強的 然後我覺得其實那時候 我也神也光照了一件事情 就是說 疤痕是身體上的疤痕 但是我們心裡有時候也會有這樣的疤痕 就是人的愛心如果冷淡後退 也是疤痕的一種 就是當我們今天遇到了被別人傷害 我們可能就不願意再去愛別人 我覺得這也是一種軟縮 就是疤痕的軟縮 下面也 對啊 所以就是不斷的思念 然後那個時候後來我去就是 下面也沒關係 這個應該還好 對啊 所以其實那時候我還滿挑戰 就是我會發現那個時候的傻蛋 就會一直來告訴我說 你就是沒用啊 你就是... 你這樣子... 反正你這樣復健你也不會好 那你幹嘛還要那麼認真 對不對 你又拖累了家人 你22歲的人了 你看你自己去玩 然後怎麼樣的 我就一直控告我自己 但是其實那時候我就... 我真的很感謝上帝 是因為那時候我真的有穩定的聚會 然後我覺得我的家人 然後還有教會的大家都有拖住我 下面也 對啊 這個不用講 沒關係 所以其實我後來就試著 七個月的時間回到職場 因為那時候其實我就說 給我自己七個月的時間 對 因為那時候七個月過後就是我的生日 所以我就說我在生日的時候 我要有一個重生 好 那是給我自己的目標啦 那其實也是在我職場上面 我自己給自己的一個目標 下面也 對啊 所以後來確實也做到了 就是說確實也是嶄新的我 然後那時候我就是 那一天的期限一到 然後我就去剪頭髮 然後我就去換藍藝新買新衣服買新鞋子 就是好像新造的人一樣 你們知道嗎 因為我覺得其實有時候我們會沮喪 我們會難過 我覺得這很正常 這也是有時候或許我會給自己一段時間 然後那段時間我撐錢我自己 但我覺得這時間只要到了 一定要有個dayline 它不能不斷一直一直上下去 對 下面一頁 那當然後來我就有被採訪 因為他們說很少人那麼快可以恢復的 心理也好 生理也好 下面一頁 我覺得這就是靠著神凡事都能 下面一頁 其實那時候我以為我肉體的傷口好了 我心裡就好了 你們覺得呢 並沒有 其實我覺得耶穌才是那唯一的拯救 我那時候以為我好了 因為我覺得我在工作上 我甚至比以前成績更好 我在各方面 我比我受傷前更OK 我以為這樣就好了 但其實我那個傷痕還在 就是我當下的驚嚇 我當下的自責 甚至我那時候跟神的對話還在 並沒有完完全全的去處理這個事情 知道一件事情 下面一頁 就是那時候我持續在我們的教會尾聲 然後我就是在神的安排下面 我參加了牧主先鋒青年學校 然後它就是一個特會 我也是在那邊跟小潔認識的 你們仔細看照片裡面有紙雲喔 下面一頁 然後我還記得那個是第四期 它其實是在講受難記 然後我以前是沒有看過受難記的 就是我以前只有聽過受難記 我沒有認真看過受難記 甚至我燒傷前也有看過 但我沒什麼感覺 但是你知道 那七天的時間 它最後一天放受難記 前面六天的時間 我們每天就是花很多的時間在成績 然後花很多的時間聽講道 就完全的浸泡在那個 我覺得恩高的裡面 然後在那個當下的時候 我在看那個受難記的時候 你們知道 我終於知道為什麼 神要讓我經歷八仙 我才發現說原來八仙是一個祝福 為什麼 因為我再次看那個受難記的時候 就是如果你們有看過 它釘下去的那一剎那 它是有一滴血噴上來的 然後我記得那時候那個講員說 這個血是為我們流的 那個血的DNA有你的名字 而且耶穌祂說祂一個禱告 可以請十二營的天使來幫祂 祂可以立刻馬上結束 在被石架上釘的痛苦 甚至祂可以不釘的 如果祂願意祂就禱告 就沒事了 但是祂是就像代宰的羔羊一樣 在上面被釘 然後我就覺得 我是何等不配祂這麼做的 就是我那時候突然躺在地板上哭 你知道因為我是一個很ㄍㄧㄥ的人 就是我連家人有時候 就是我是很不容易哭的人 但是我當下 他釘下去的那一剎那 我不僅哭我是大哭 而且我是直接躺在地上哭 我是躺在地上哭 那時候我也是坐在第一排 然後他釘下去的那一剎那 我就突然感受 好像感受到耶穌那千分之一或萬分之一的痛 而且那個痛就是讓我想起水療的那個時候的痛 但是我相信這絕對跟耶穌沒辦法比 但是我好像他釘下去的那一剎那 我覺得神允許讓我感受到他那一下的那個痛的 十分千分之一跟萬分之一 我就當場躺在地板上 我就開始大哭 瘋狂的大哭 甚至我那個眼淚 一定是超過我這輩子的眼淚 就是我完全沒有辦法自己 然後就是上上面一頁 對 就是我完全沒有辦法 就是我覺得我不值得 就是我覺得我不配 因為我自己心裡很清楚 就算我表現得很完美 但我心裡很知道我自己的邪情私欲 我自己很知道我自己的破碎 我知道我自己的軟弱 我知道我自己有時候還是沒有辦法站立得住 但是為什麼耶穌你要為我們這樣被釘在施加 就是我覺得我不配 甚至我那時候心裡還說耶穌 就覺得你怎麼那麼笨 你聽得懂我意思嗎 我並不是說他 但是我是覺得說我不配得你這麼做 因為我是一個 就是儘管我在很多人面前 我是一個很好的人 但是我知道我不是 然後我當下我真的沒有辦法完全在地板上 不知道我在那邊躺了多久 然後我也很感謝那時候的那個牧師也沒有叫我起來 就是我覺得在那個當下 我覺得神是直接跟我說話 然後神直接觸摸我 我覺得 就我當下就是感受到原來神讓我經歷巴仙這件事情 因為如果他沒有讓我經歷過巴仙這件事情 他讓我看幾次受難記我可能也不會有感覺 因為有時候我都會流於我的腦子的當中 我就覺得這就是歷史事件 歷史戲嗎 但是當我今天看到那一剎那 而且我經歷過巴仙我在做這件事情的時候 我當下直接覺得 喔不 你為我做了這麼多 我到底要怎麼回報你 就是你這麼的全然的愛我們 而且為我們定死在十字架上 我到底如何能回報你 我不知道我到底可以給他什麼 所以其實那時候我大哭完之後 我回到家 每一個人都說我變了一個人 就是 我也不知道他們看到我變什麼 但我只是覺得就是 很多事情我以前就覺得說 律法就是來約束人的 什麼都不能做 我信了耶穌之後這個也不能做 那個也不能做 但是我後來才發現 其實律法並不是來約束我們的 它是來告訴我們如何去愛神的 就是如果我要去愛祂的話 我要做什麼 才是符合 就是我覺得就是說 我要怎麼用什麼方法 就是當我知道祂這麼愛我的時候 我自然而然會想要回報祂 甚至我那時候還被 就是我覺得那時候我還被神感動 我那時候有11天的禁食 而且一般人禁食是會求什麼 我那時候禁食不是為了求什麼 我只是想要更靠近祂 我還記得那11天的時間 我只有喝流子的東西而已 但是我覺得這就是神那時候感動我 那時候我是完完全全的 甚至我那時候就是會有一個很大很大的衝動 我想要把聖經每個字都看過 然後我會想要知道就是說到底 我很想每天都跟祂講話 然後所以我覺得這就真的是跟神的關係 下面一頁 應該差不多了 對啊 然後在下面一頁 因為我以前其實 因為其實我從小就是 我以前其實是一個很愛唱歌的人 然後我以前就是我就覺得說 欸 在台上就是敬拜 我就說不行 我沒有辦法上去 因為我太好 我沒有那麼Holy 在台上人都要很Holy才能上去 對 然後結果後來 我當下我那一天哭完之後 我馬上去我們的敬拜部報名 我要參加敬拜團 然後那個敬拜主領你就覺得 蛤 怎麼突然改變這麼大 因為他以前找我很多次我都拒絕他 因為我覺得我沒有那麼Holy 我只是想說這是我唯一能獻上的 結果我到底能獻上什麼 我好像能獻上的就是這個 所以我馬上去報名 所以當然我現在也是我們教會的 就是Worship Leader這樣子 感謝神 下面也 對 所以我就覺得 經過這件事情之後 我看很多的事情 我再也不會很武斷的 或很絕對 因為我覺得他是神 我不是 對 然後我覺得最難的就是 就是耶穌在石架上 他可以停止那一切的痛 但他不這麼做 因為他愛我們 對 然後我才發現原來我身上的 並不是燒傷的疤痕 這是恩典的記號 是從火場 不管是我爸爸媽媽去救我 到後來 甚至到後來 我看到了受難記號 原來這就是神的計畫 這就是神的計畫 下一頁 對 那當然這就是經文上的分享 你看 下一頁 對 那當然後來我就是感謝神 就是被神觸摸之後 我後來就也盡我所能 我覺得就是如果只要有人願意找我 我就會去做見證 因為我覺得神做在我身上的 我一定要讓更多人知道 對 因為我覺得就是一切榮耀都是歸給神的 對 然後就是我剛剛講的 我還去慈濟做見證 很酷 我去了三次喔 對啊 然後在那邊放詩歌 對 然後感謝主 下面也 對 然後後來我就真的開始敬拜神 然後那時候還有跨年的那個 那時候在那個高跟鞋教堂 然後那時候帶著我們的敬拜團一起去這樣子 對 然後後來我就是 發現了一些東西 我都有去做下面一頁 去紀念 然後其實我那時候就開始擔任 臉部平權大使 所以很常在國小啊 國中高中大學 我都有去那邊 有偷偷傳福音 喔 沒有 沒有 對 當然要夾在裡面啦 不能太明顯 下面一頁 對 那下面一頁 沒事 對 然後後來就是有被採訪這樣 下面一頁 應該就差不多 所以其實我覺得就是忘記背後的努力面前 向著標杆直跑 那邊 右邊那個照片 那是我的team 就是我的保養彩妝的團隊們 然後左邊就是我們的全家福 那是我們好像今年拍的 對 下面一頁 那我今天的見證大概就到這邊 然後真的很感謝神 然後我們在今天這個很特別的日子 然後可以就是跟大家分享我的見證 對 那就是願神祝你們各位隨時的幫助 然後也求就是耶穌祝福各位 然後謝謝各位 我愛大家 謝謝 謝謝千輔 謝謝千輔 會跟千輔認識是因為那個時候 我的孩子去錄了一個兒童的節目 然後那個兒童節目裡面就是在採訪那個千輔 那那時候我其實非常的驚訝 我對他印象非常非常的深刻 因為我不曉得 我看到他 然後就覺得他就是一個很有年輕 很活力 很有熱情的這樣一個年輕人 可是當我知道他的故事 然後當孩子親身去經歷他復健的那個過程的時候 才發現哇 他怎麼走過來的 就覺得這一陣真是太不容易的 然後真的也知道真的是上帝在他身上做的這麼奇妙 然後這麼樣的一個記號 然後他自己也倚靠神 然後走過來 所以我真的就覺得很感恩今天可以有機會邀請到千輔 我們可不可以再給千輔一個掌聲 真的也感謝上帝這個榮耀真的歸給神 真的是很感謝神 我不知道大家最近有沒有看一個連續劇 或者是看一個影片叫做 你的婚姻不是你的婚姻 大家知道這個劇嗎 那其實在更早之前呢 他還有一個劇叫做 你的孩子不是你的孩子 這個就比較有印象 那好幾年前 那其實我覺得這個劇 其實好像都在跟我們講一件事情 就是好像我們的人生 其實跟我們原來的計畫 其實都是不太一樣的 那個你的婚姻不是你的婚姻 可能我們對婚姻有很多的憧憬很多的想法 可是當我們進入到婚姻了以後發現不是 你的孩子 你可能對你的孩子有很多的想法 很多的計畫 可是你會發現你的孩子 其實跟你想的完全的不一樣 這大概就是我們一個人生的一個寫照 就好像千輔一樣 他去到這個巴仙的這個樂園裡面玩 他完全沒有想到 他的人生就即將要畢業了 要進入到一個這麼青春的年華裡面 要開始到展翅高飛的時候 就會遇到一個八星的一個晨暴 這樣的一個事件 好像我們的人生都是這樣 都是這個樣子的 就好像你的人生裡面 你有一個你的想法 你的計畫 可是走著走著 你就發現 好像跟你原來的想法 其實是非常非常的不一樣 那通常我們面對這樣的一個情況 就是我們的計畫 跟我們的實際不一樣的時候 中間有一個很大的一個落差 那通常面對這個落差 我們通常都會做幾件事情 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我們就會怎麼樣 努力對不對 我們就會很想要努力靠自己 想要讓自己變強 可以來應付這一些我們所遇見的困境 遇見我們這些不如意的事情 可是你會不會發現 很多時候我們就算我們很努力 我們很用力 我們靠自己想要來變強 或是我們想要來改變 可是你就會發現那個困難好像 就是一直的過來 或者是你常常會想到 你很想立志做些什麼 可是你就發現你自己其實很軟弱 其實你就是做不到 你就是沒辦法 那到底為什麼會這個樣子呢 到底為什麼會這個樣子 我們其實很想要做好 我們很想要做到 我們很想要立志 我們想要可以按照我們的計畫來做 可是實際的情況就是 我們是做不到的 因為其實我們都是罪人 當我在講罪人的時候 我想如果你不是基督徒的話 你可能會對這個罪人這個字 非常非常的反感 我自己也曾經對這個罪人這個字 非常的反感 因為我想在我們當中 其實大部分的人 我想或者是我們多數的人 其實都是我們其實是 滿有道德感的 我們都很想要做一個好人 做個好孩子 好學生 好爸爸 好媽媽 我們其實都想要做好 可是實際的情況是 我們其實是做不好的 你可能對這個罪非常的敏感 但是在聖經當中 它說到 它說世人都犯了罪 虧缺了上帝的榮耀 它的意思是說 這個罪並不是指著 我們好像這個世界上 這個法律上所說的 殺人放火 這樣子的罪 偷竊 不是這樣的罪 它指的是說 因為我們呢 每一個人都是按照 上帝的形象所造的 上帝祂是完美的 祂是聖結的 祂是完全沒有瑕疵的 上帝一開始創造我們的時候 就是希望我們跟祂一樣 都是這個樣子的完美 可是自從亞當跟夏娃 他們犯罪了以後 人就墮落了 所以我們裡面每一個人都有 這樣的一個罪性 所以我們想要讓自己做好 變好 可是我們其實呢 我們就是做不到 我們就是做不到 所以呢 耶穌基督他才降生 在這個世界上來 在這個經文裡面呢 我要請大家看 聖經的約翰福音 三章十六到十七節 我們一起來讀好嗎 三章的十六到十七節 我們一起來讀預備 請 神愛世人 甚至將他的獨生子賜給他們 叫一切信他的 不致滅亡反得永生 因為神猜他的兒子降世 不是要定世人的罪 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 我們可以先把經文放在這裡 我剛講到那個罪 我們在這個世界上 會有很多的苦難 其實都是因為 人的罪所造成的 可能是我自己的罪 可能是別人的罪 別人的過失 就好像千輔他遇到的事情一樣 其實是因為整個八仙城報 他們這些主辦單位的疏忽 所造成的 所以我們在這個世界上 很多很多的苦難 這些環境不斷的來 是因為本來這個世界 它就是一個犯罪 一個充滿罪的世界 就是一個破碎的 不像上帝原來所創造那樣的 一個完美 因為這個罪性 在我們每一個人的裡面 即便我們想要做好 但是其實因為那個罪性 就會使得我們 沒有辦法行出來 沒有力量可以行出來 所以這一切的苦難 其實都是人跟人的罪 彼此在互相的來影響 好像八仙城報這個事件一樣 其實是因為別人的過失 所以造成的 而我們就在這樣的一個 罪的這個世界裡面 大家互相影響 你有罪 我有罪 然後我們互相影響 然後最後導致許許多多的 這些苦難的發生 很多時候我們的生命 我不知道你的生命是什麼樣子 好像我手上的這一團毛線一樣 我覺得我們這個世界 好像是你的生命 也好像是這個世界一樣 我用這團毛線做一個比喻 是非常黑暗的 其實是很多的罪的 是都糾結在一起的 這個世界就是這樣的一個狀態 你的生命 可能也是這樣的一個狀態 你可能不是全面性的 是一個好像一個混亂 可是你可能在某一個部分 你其實是很混亂 是很黑暗的 好像這一團毛線一樣 全部糾結在一起 你的家庭關係 你的親子關係 你的工作 你的人生 你的健康 就好像這一團毛線一樣 全部都糾結在一起 理不出一個頭緒來 就是這個樣子的一個情況 就是這樣的一個情況 那麼我們該怎麼辦 我們該怎麼辦 我們就是活在這樣的一個世界裡面 你想要當一個好爸爸 你很想 但是你就是做不到 你想要當一個好女兒 好兒子 你很想 你勵志 但是你就是做不到 你想要當一個丈夫 當一個好的妻子 但是靠著你自己的努力 你就是沒有辦法 讓自己可以做到 你旁邊的人也是 你的配偶也是 他也很想 你的孩子也是 可是他也做不到 於是我們就在這一堆的混亂裡面 彼此的糾結 你的生命就是這樣子彼此的糾結 那麼我們到底該怎麼辦 在約翰福音三章十六到十七節 他說到 他說神愛世人 甚至將他的獨生子賜給他們 叫一切信他的 不致滅亡 反得永生 十七節他說 神愛他的兒子 就是耶穌基督降生 他不是要來定我們的罪 他是要因世人因他而得救 所以在這個混亂的這個黑暗的裡面 有一個希望 有一個盼望 就是這個當中 有一條紅色的這個線 是耶穌基督 他的救贖 他可以來到我們這個黑暗 罪惡的世界裡面 在我們這一團黑暗的這個世界裡面 生命當中 他要成為那個紅色的那個救贖 剛才千福講到 耶穌基督他來到這個世界上 就是為了要救我們 在他那個苦難當中 他救了他 不但是肉體救了他 更重要的是 你會看見他的那個心裡面 因為有耶穌基督這個盼望 所以他可以斥責許多的謊言 他可以把那些謊言 全部都可以離開他 是因為他相信耶穌基督 可以拯救他 耶穌基督就是我們的拯救 他是我們在這個混亂黑暗當中的這個 紅色的拯救 他來了 他可以解決我們罪的問題 罪惡的問題 我們一切的苦難 人世界一切的苦難 其實就是因為我們是在一個 墮落的世界 你的罪 我的罪 互相的影響 但是耶穌基督 他是那個拯救 他要把我們的罪完全的洗乾淨 而且不是一次的 而是在每一次的生活當中 每一次你困難 你軟弱 你犯罪的時候 只要你呼求耶穌 耶穌基督就願意把他的能力給你 他就可以完完全全的 把你的罪重新的洗乾淨 而且聖靈就在你的裡面 聖靈會給你力量 耶穌基督會給我們力量 走出這樣的黑暗 走出這樣的苦難 就好像今天 千斧在我們當中做的見證一樣 是耶穌基督一步一步 一腳印一腳印的 帶領他走出他每一個沮喪 每一個灰暗 今天千斧在我們當中 真的是一個最好最好的見證 你會看到 你看見了 我們見證了耶穌基督是如何的 把他從這一切的苦難 患難當中拯救出來 我們今天看到的 就是耶穌基督在千斧身上所做的 而耶穌基督在他身上所做的這件事情 我們每一個人其實都可以經歷 只要你願意 只要你願意 不管你是不是基督徒 你可能也是在一個困難跟軟弱的當中 你正在一個患難裡面 你正在一個你不能掌控 不能掌握的一個情況裡面 只要你願意呼求耶穌 耶穌基督就可以拯救你 就可以幫助你 你願意想到你 你不想到嗎 你不想到我 你不想到